今天本土是187例 21人死亡 不讓人意外 新北跟臺北因為篩檢的最用力 最勤快 所以新北76例 但臺北今天好像高一點 臺北今天是71例 苗栗26例 桃園6例 基隆4例 然後另外我們看到 這個老人打AZ 有43人猝死 43人死亡 當然這兩天 大家看到也沒有網上 當然我們在這裡 昨天專家也是 包括署長也是 包括昨天王任賢醫師也是 大家還是呼籲呢 還是要打啦 這個兩害相權取其輕 但是呢有一些 叫戰守則出來 比方說老人家家裡面 阿公阿嬤正在不舒服 血糖控制的不好 高血壓正在飆 這種危險的症狀 當然就先不要打 每個老人家多少都有慢性病啦 只是這個慢性病控制的如何 如果剛好現在呢 身體比較虛弱的話就不要打 要不然呢建議還是要打 但是我想我們稍後 要來好好討論一下 今天為什麼整個併過來 我要怎麼講 應該是蔡英文把陳時中給併過來 陳時中之前設下了好多路障 現在總統一腳一腳的把它踢開 我們才發現這個路障原來怎樣 是不需要嘛對不對 你早就可以搬開了 誰是政府 你就是政府啊 你說了算啊 但是我們先來聽一下 我們準備了一段這個訪問 先來聽一下老人家的心聲好不好 說實話老人家此刻超糾結 感謝政府讓我們老人家先打 但是我要不要打呢 還有人說可不可以給我莫德納 來聽聽看 這個今天還是今天最熱門的這個話題 說實在的 大家都還是建議答 但是心理上真的大受影響 昨天建文吉大使也講得很好啊 他家就有這個老人家 帶老人家去打之前真的是天人交戰啊 說實在的萬一出了事喔 我覺得子女會留下一輩子心中的陰影 好 淑慧我想你藏在這個基層跑 你應該聽到很多很多類似的心聲吧 對不對 對 今天人數少非常多 對啊 今天台北市是重新打一批新的 新的年齡層的長輩 是打85歲以上 跟禮拜禮拜一 禮拜一是85歲以上 今天是80到85號 同樣都是5萬多人 同樣都是第一天 但是人數大概少了一半 幾乎連一半都不到 人非常非常的少 那我們到現場去 就問一個阿嬤 阿嬤 大家都很重說分譯 像剛剛那個長輩這樣 哎呦 看新聞會怕耶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同事就問他說 阿嬤 那如果給你選 你要打莫德納打 AZ還是要打嬌森 阿嬤說我要打蔡英文 這個是非常安全的一個打法 沒有錯 打蔡英文 可是這個我們就很害怕 就是這到底跟AZ有沒有關係 因為目前都沒有給我們一個 這個正確的說法 可是我認為其中一大半的原因 真的是折騰掉半條命 光打疫苗都折騰掉半條命 因為我們的疫苗太少了 所以衛福部這種發法 就是逼各縣市要限時開打 限時開打的結果 大家看到禮拜一的狀況 人擠人 然後在大熱天 35 6度 說真的我家裡的阿嬤 如果或者是我如果95歲 90歲了 在大熱天要在那邊排隊 兩個小時 不管有沒有打疫苗 我回去都會混混去 所以昨天那個王醫師就說 他就根本是被折騰死的 對 所以這個政府無良到 要嘛就是沒疫苗可打出事 要嘛就是打疫苗的過程被淚死 然後接下來如果是國產疫苗 的話還得了 所以大家知不知道說 為什麼突然之間 郭董跟台積電的這個捐助疫苗 開綠燈嗎 說真的江湖傳言 就是因為AZ最近出了這麼多 猝死的疑云 讓民進黨的高層嚇到 他嚇到不是嚇說 哎呦AZ怎麼這樣 不是 他是嚇到說 萬一未來的國產疫苗 出現這個狀況 哪怕是一個人 民進黨都撐不住 因為這個國產疫苗 是民進黨一手把他 那個護航過關的 如果連AZ已經全球開打 歐盟都認證的疫苗 都會這樣子 現在這些民進黨的人 他有把握說 國產疫苗是OK的嗎 柯文哲告訴大家 長輩身體不舒服的先暫緩 沒有不敢沒有不敢來 裡面的人都是滿的 他說有預約的話 準時來就好不要浪費 但是好有疑 他說新北的施打率 從六成降到了四成七 今天的降到了四成五 確實心理影響面很大 好台中市長盧秀燕說 猝死率是有點高 是不是要跟疫苗有關係 還需要中央來釐清 但是昨天王任賢理事長就呼籲 你要求大家心理上不要恐慌 你的釐清速度就要快 到現在為止 有什麼釐清的一些進度嗎 所以大家就還在恐慌當中 這個施打率就不斷的往下降 那我要問一下這個署長 好今天整個事情 從5月23號糾結到現在 現在還冒出一個 形象非常好的台積電 然後又是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又是接見 又是拍板定案 又是感謝等等 是不是事情到這裡 就圓滿解決了 我覺得還有很大的問號 因為他今天確實是 在記者會講說 那個疫苗什麼時候進來 他還要跟政府原本 國際採購的交貨時間 要去協商 所以這個留下很大的空間 那我確實會 我完全贊成蔡惠講的 就是說民進黨明智之舉 就是懸崖勒 趕快你自己採購的 如果進不來 你把民間的趕快讓它進來 而且我其實我個人並不贊成 這樣子的去掐緊 民間的這個脖子 說他買的非要讓政府 怎麼樣用都可以 因為政府現在分配疫苗 早就已經讓大家都沒信心了 但是我們本來所有的人 可以打疫苗的都應該打疫苗 那你對於產業 你根本沒照顧 你前面你跟那個快篩 都沒有給人家 所以他們要活下去 要正常的來供貨 他們本來就需要自保 所以我認為政府應該是 你沒有辦法照顧到的 人家他要去進疫苗 你就應該要給他行政的支持 不是在這邊勒他 說一定都要交給你去分配 那長輩的這部分 希望你記得兩天 其實我們就談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就好像是一個 演習一個操練 那對一般人來講 這身體是受得了 但是對長輩來講受不了 那什麼樣的長輩最受不了呢 就是他本來其實 現在政府還在搞什麼說慢性病 我告訴各位其實不是慢性病 沒慢性病的問題 長輩的健康是用功能狀態 所以我講了殘弱這個字 Fail elderly 就是身體殘弱的長輩 特別是什麼樣呢 特別是他本來已經幾乎 逐步出戶的長輩 這樣的長輩他身體很虛弱 你為了要打疫苗 或需要把他抬出去的 你就知道說這個你要小心 那這個其實根據最近也是 民進黨方面的一些人士 他們所釋放的訊息 因為本來所有訊息 都掌握在指揮中心 那有人他畫出來的表格 可以看到說我們的民眾 死於這個新冠肺炎的人數 出於那個年齡層的人口 那本來年紀大的是比較高 但是到了80歲以上 有一個小的反轉 為什麼 因為80歲以上有一些 他已經很虛弱在家裡 所以他除了有時候 接觸到家人跟照顧的人以外 他不太會去外面跟人家接觸 所以這樣的長輩 他感染的風險 相對跟一般人比起來 是比較低的 所以如果他身體很虛弱 他又不太會跟人家接觸到 那我覺得要尊重長輩自己的意願 那這個 所以我們那天就講到 虛弱的這個問題 也講到說就是天然交戰 那所以長輩的意願 那萬一長輩甚至於都已經是 無法自己做決定 那家屬要商量 不要自己一個人做決定 好了商量的結果 不論要打或不打 都不要再自責 因為這種事情是真的是 不容易決定 可是我那天也特別提到 有在活動的長輩的話 我還是建議大家要打 因為你還能夠活動 你就有機會接觸到被感染到 你為了怕被感染都不敢出去 你反而健康會變差 可是你還能夠活動的 你反而體力是比較好 你打了以後發生猝死的風險 其實是比較少的 但是剛剛秀芳也講到 很重要一點 就是政府呢 他現在都給一些 撼不撞撞的數據 說跟其他國家比 這個接種多少人 死亡多少人比起來 我們好像還不錯 但事實上這個是太難比了 因為每個疫苗 他們打的時候 那個年齡寵不一樣 而且我們現在打得很少 對 它的結果也不一樣 沒有 我相信我們打更多以後 這個用接種 死亡的人 出於接種染反而會打掉 因為我們是從最高齡的開始 我們剛好就是從 最容易猝死的開始 但是這樣子呢 是就直接拿國外的這個資料 所以就會講說 其實的確 像我那天講挪威打的是輝瑞 挪威打輝瑞說 他的這個死亡率是相當高 因為他那時候 也是從最高齡的開始打 所以現在很重要是說 不要給我們汪布洛洛的數據 這樣就算數了 因為我觀察到這30 這40幾個死亡的人裡面 也有60幾歲的 這是不尋常的 所以每個人的狀況 不見得是一樣 所以他應該每一例 他都要深入的去調查 然後要告訴我們這個結果 我想這個才能夠安大家的心 訂閱 打開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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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訂閱 訂閱 按 訂閱 谢谢大家